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在我们第一讲里面一定大概都能给大家讲解了 这里我们就照顾一下就行了 偏要是除了人的处理人就开在内外 还能对数据进行处理 基本人就指令 总要用人就这样的处理 工人指令就用人对数字这样的处理 包括数据的传送更换 变算以及程序流程控制 之后 工人指令还用来处理 虽然是有50倍的数据传送和控制 这个就是工人指令 它的应用的范围 什么是工人指令呢 它主要处理数据量 对数据进行处理 下面我们先了解一下工人指令的分类 工人指令分类它 第一个是基本的工人指令 它包括程序流程控制指令 传送比较指令 一位指令 这三个指令是比较基本的啊 要求我们大家 就是通过接种学习来完成的 通过接种学习来完成的 就是特别是这个叫做程序流程控制指令 和传送比较指令啊 这两个指令是经常用到的 经常要碰到点啊 第二个是数据运算指令 它包括定点数运算 浮点数运算 罗绩运算 定点数运算 就是指整数运算 浮点数运算 就是指小数运算 罗绩运算 罗绩运算 就是指这个叫做鱼啊 活啊 遗活啊 等等 罗绩运算 数据处理指令 这包括数据处理啊 这是刚刚讲的一个数据处理 高速处理和时钟运算 时钟运算 是指时钟数据处理 几小时几分几秒 这个叫做时钟数据啊 外人设备指令 包括说说可的设备指令 外人设备指令 和加低指令 还能够我们支持增加的更容器通信控制指令啊 更容器通信控制指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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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设备指令啊 有些人设备动态啊 备动态方式指令 脱文控制指令 旋转工作台指令 定时应用指令 信控制指令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功能指令的分离 当然强细的分离 我们下面都讲啊 下面都讲啊 我们这里就不需要对过多的解释了啊 那下面我们谈一谈 我们讲为什么功能指令难学啊 为什么功能指令难学啊 功能难学 这里面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指令的数量更多 分类广发 你看我们讲过了 fx2n的功能指令有139个 那么fx3u啦 有190个啊 分类啊 分类的类 你看看 多少类啊 大类里面还有小类啊 分类很多类 因此呢这个教科 初学者一看到这么多指令 就会产生这个微然的情绪啊 哇 这么多指令怎么学啊 所以感到 首先思想当中就感到一难学了 这么多 是的啊 自身一多了 你看 哇 这么多一本书 哇 这么多啊 哎呀 的确也是这么微然的程序啊 第二个呢就是功能指令 深深深深深大量的指令 所以我们学功能指令 不是单纯的了解这个功能指令 是怎么学的啊 分类怎么 不是到底 它牵扯了很多指令 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说啊 比如说这个DECU 这个编码指令啊 你单纯的讲这个编码指令 它的功能很快 几分钟讲完了 那讲完大家回来回头 为什么呢 关键是大家对这个编码指令不了解 什么叫编码 这个功能指令是怎么样了完成编码和能量 而你能够对这个编码指令很了解的话 那么呢 我们可以说 给你指令理解就非常快了啊 给你指令理解就非常快了 所以说这个叫做 英文涉及到大量的 大家不明白的 不清楚了 特别是 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啊 比如说初中比 高中比 他这样的这个信员来说呢 他就学习就比较困难 感到比较困难啊 那么 这些知识呢 在我们外面大家买到的这个PS書籍上面 还有介绍工人之间书记上面呢 他们都很少介绍 他们就很久介绍啊 很少介绍 所以大家呢 虽然你买到书回来看 但是感到学习还是困难啊 还是困难 那么 第三个啊 就是说呢 编程手册 介绍简单 文字 建设 啊 建设 这确实这样啊 本来这个 我以前就讲过了 我说工人子民 人家厂家有编程手册 为什么还要开什么课啊 还要讲啊 而且秀人要求非常强的 老师你最好开 不快就好 让我们尽快的掌握 你说你编程手册啊 你们都可以看啊 他们看不懂 不知道他们讲什么 我后来到编程手册看一看 我就感到有这个问题 我们初初看 看编程手册也是这种感觉 我看得到 你又看不懂这个 叫上迷讲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推过上机来试 他来试念 通过不同的数字带进去试 哦 那那你慢慢的才了解他了 才了解他了 哎 所以这个编程手册啊 我有感到啊 三里一编的这个编程手册 他是既然生存什么啊 生存对这个指令呢 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对来 来查了 来翻阅查了用的 哦 每个指令都记不住 他回来给他查一查 他对这个指令呢 基本上已经长了了 对了平时用的比较少 而现在用到了 他又忘记了 他过来查一查 他一看 他就明白了 所以对春雪仔这个编程手册 这是不太实用的啊 不太实用的 第四个原因啊 就是初学者应用实践 进去试法 我们说公论指令呢 他是用在实践当中的 很多东西几乎实践一讲 马上就明白 但是初学者呢 对这个实践知识比较缺乏 所以对公论指令呢 学起来就比较困难啊 比较困难 加上初学者往往介于确诊 一下子达上去明白 就好像学一加一等于二次的啊 一下子就明白了啊 一加一等于二 这不是经常不可能的啊 不可能的啊 可是上面呢 这些原因就造成了 公论指令比较难学啊 公论指令比较难学啊 下面呢 我们就谈谈对公论指令的学习 就怎么样呢 学习公论指令啊 公论指令啊 公论指令 公论指令学习呢 我们希望大家 按照这几个方面来学 第一个是要学习指令的预备知识啊 要学习指令的预备知识啊 要学习指令的预备知识 第二个呢 要进行柔软性的学习 第三个呢 动点学 反复学 第四个呢 用到多学 不用到少学 第五个呢 在实践中去学啊 在实践中去学啊 下面呢 我们就第一 这五种的学习方法 都去比较详细的介绍啊 这五种学习方法 都去详细的介绍啊 第一个呢 我们介绍一下指令的预备知识啊 指令的预备知识啊 包括指令的各式解读 编程软件 编程的软件 和选指方式 这三大方法的预备啊 这些识识啊 我们就安排了第七讲 第八讲和第九讲 这强细的讲解 因为这个比较重要啊 我前面曾经讲过的啊 很多学生问一个指令 ADD ADD是什么指令啊 ADP是什么指令啊 要怎么编程手说怎么查不到啊 那什么叫做三十六位啊 什么叫做三十二位啊 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啊 而这个 这个定义识 定义识 什么意思啊 他用这些问题 实际上呢 这些问题 都可以在 工人指令的预备知识当中 学习到啊 能够了解他 所以呢 这个预备知识 我们专门安排了三讲啊 第二个啊 这个浏览性的学习 什么叫做浏览性的学习 浏览性的学习 就是说 我们随便看看啊 不要刻意的去 专门拿着时间的去看 有时间就随意翻翻啊 哎 他记就记一点 他不要也不要刻意去记他 就是说 好像你感到 哎呀对这个事情很厉害 在各位发生的休息 想哎 你可以 拿这个叫做 我们这本书 或者这个 课程的 视频教程 来出来看看 这种休息啊 这种 调剂休息的这种方式啊 浏览学习呢 最主要的是什么呀 最主要的就是说 不要刻意去啊 不要刻意去 我会叶大他的气度啊 不要这样 你就是看 记住就记住 对人家担心 但是实际上 你长了指令 你就会去做啊 那些温暖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没两个虾 因为多少工人指令 他们是怎么分类的 他们大致上是干什么的 在这个省策当中 在什么位置 或者说 在这本书章呢 在哪 哪几张 哪几街 哪几街 这哪几张哪几街 啊 这样 主要是学习这些内容啊 第三个呢 就是正典学 反复学啊 正典学 反复学啊 那么 正典学 所以几乎所有 学生都有的指令 既是工人指令的基督指令 也是编程中最常用的指令 这类指令 一定要能够正确理解 所以书店掌握 理由 混入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大家的讲的 这个就是我们上面讲的就是重点要学习啊 这个是重点要学习的 第一这个重点要学习的指令呢 哎 我们就专门拿着时间来学 甚至要计要背啊 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第一 每一条指令 就是重点要学习它的功能啊 我们这叫人像也会讲到啊 就是对这个指令各式来说啊 就是第一条指令 它多大的力量呢 是比较多的 哎 就是我们这个一堆指令所讲的啊 我们分了三讲啊 来讲这个就是这个功能指令啊 它的一堆指令 它的内容比较多啊 比较多啊 但是啊 我们重点要学习它的功能 其他的东西啊 时间长了 那就会了 这是功能一定的技术 这个是不能用处的啊 功能一定的技术 这是不能用处的啊 哎 这是第二个啊 第三个啊 要反复学习指令的应用 就是每一条指令 除它的功能之外 它的具体应用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条件 有一定的限制 不要背 不要背啊 比如说武器指令 它的编程软软件 它是有范围的啊 这个人不需要背 那么到时候 放手车 哪一样都知道了 我发现它指令输不进去 那我们就要检查一下了 哎 这个指令输不进去 什么原因啊 哦 是不是速度差的范围啊 那是不是这个指令各式不对啊 等等啊 这个时候啊 你们就要反射的学习 要是掌握自令的应用啊 这个反射 反射到什么时候啊 反射到 你在用这个天生 用到什么时候 你就反射到什么时候啊 就要反射到什么时候啊 你这个 你这个 要搞这个控制 搞这个工作 是一辈子的工作 你就一辈子要学习啊 一辈子要反射 掌握 这是我们讲的正典学啊 正典学 反射学 嗯 第四个啊 我们是用到多学 不用少学啊 那么 这个是一种生用主意的学法 我很欣赏 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啊 就是需要什么 学什么 暂时不用暂时不学 长期不用啊 偶尔关注 就随便方方看看 那不是长期不学啊 我来看看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重点学习 多程序 编程序 时候 遇到的和需要使用的指令啊 遇到的和需要使用的指令啊 需要什么 学什么 暂时不用 暂时不学 长期不用 偶尔关注 重点学习 多程序 编程师 遇到的和需要使用的指令 啊 啊 就是这个就是生用主意的 学习方法啊 是 那这个生用主意的 学习方法 主要是针对高级指令来讲的 那么 什么叫做高级应用功能指令啊 就是高级应用功能指令 就是 这些指令 这些指令 学习 还要 学习 他们相关的 专业指示啊 应用指示啊 才能够正确的 正确的 正确的 使用 这些指令 对于这些指令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采用这个 什么呀 哎 生用主意的学习 如果说 你现在正在搞一个 没一样控制的工程 比如说 控制任务 哎 这些指令 就应该是跟这个什么呀 没法没快 然后对于 没一样没快 它和天然性是怎么联系的呀 哎 两条指令 一条叫做 放 一条土 这个时候 你得仔细地学习一下 放 跟土 这个指令 哎 你把对立控制的时候 哎 你指条 那么相对对立啊 结对对立啊 还有原点啊 还有这个 发挥充指令啊 哎 你必须要学习 和对立控制的一系 就是这个叫做 所有人肯定的学习 就是这个道理啊 第五个呢 是在实际中去学啊 要说话 偏心的不容指令 能力不快实际 干中学 学会干 在做程序和编程序的过程中去学 这是最快 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你比如说 老师问 怎么样学得快啊 就是这样才学得快 一边干一边学 这就是最快的学习方法 那一边干一边学 一边学一边干 嗯 广学不干 技不做 广干不学 提不高 哎 所以说一定要怎么样啊 一边干一边学 这就是在实际中去学习啊 实际 可能加上理解 可能发现问题啊 而可以提出新的理论啊 也有理论啊 只有在实际中去学 我们才能真正学到手 那么最后一个题 我们就介绍一下 PSC的所谓的薛棉子律啊 什么叫薛棉子律啊 薛棉子律 薛棉子律就是 薛棉子律 那有个同学很奇怪哦 这个子律就不用他 你干嘛还编出来啊 跟这么后悔一本书啊 你不是这个有个软肉 我们耍我们吗 啊 啊 不是这样的啊 它是这样的 这个所谓的薛棉子律啊 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的 它开始 我想用这个东西 我想用一个东西 它就开发了一条子律 开发一条子律 到后来呢 它又想用某种东西 它又开发了一些子律 诶 后面这个开发的子律呢 它败罪了前面的开发子律 就是它的功能 对前面的开发子律有强 而且包含了 既然引用了 前面的开发子律 那么这个前面的开发子律 就基本上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因为你要过那条开发子律 就可疑了嘛 就不用了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这种情况啊 原来的开发的很多子律 是针对数据机口 数据机口 针对某些特有的设备的 比如说这个撞盘子律 它就针对撞盘的 特定的功能 特定的设备 你如果不是撞盘 不是这个叫做 特定的功能 你用它干什么 没有用的 用这个子律就必须要 拿个大撞盘来 这个撞盘怎么转动 它都有不一定的 像这样子律 很少人用的 我们也把它叫做修认指令 它前面说讲的 它已经被后面指令代替了 我们也把它叫做修认指令 有一些指令 甚至被新的东西代替了 比如说 原来我们塑尿 结构 数据 数码开端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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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PSC就可以显示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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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了那些没有用了 因为春月平不需要这些指令 他不需要 他是通过通信来完成的 不需要这些指令 所以说这些指令 也就变成了休眠指令 那么这些指令 我们休息的时候 可以暂时不管 使用他们的细节 万一在程序当中 遇到他们的时候 只回过头来 这口一通的手车都要摇摆他们 这个叫做休眠指令 休眠指令 这是我们这个叫做TLC 这个叫做专家提出来的 专家廖老师提出来的 休眠指令 我很赞同他的观点 那么对于我们三民来说 有哪些休眠指令 有夏民这么多 第一个是马自转弯指令 第二个是肉部 是背指令 还有方部指令 时钟运算指令 其他指令等等 这个人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虽然他们是休眠指令 但是呢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这里每一个指令 都给大家讲 除了这两个指令 就阿赖比三 这两个指令 不讲之外 其他都讲 其他都讲 这两个指令 不讲之外 其他都讲 这个呢 我们关于这个 工人之类学习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在书上 在我们的书上 就是我们的配套教材上 大家关于这部分内容 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全言 我们这本书 最前面的那一篇文章 切换重新歌 这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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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辈子 就是 我 很 很 少